有電影院能辦活動大廣場 裡頭百貨公司還是全球密度最高 台北眾所矚目心意雙圈 疫情期間一度寂寥 不過後疫情時代人流成功回歸 讓其中全台最大餐飲跟食品通路 百貨公司星光三月正式宣布 乘勝追擊就從此刻開始 所以我們想要讓我們的會員有更多的選擇 現在除了館內全台灣64間餐廳以外 在台北地區有107間的廠商夥伴 加入了這個訂貨會系統 接下來我們的階段應該是會朝台中台南的商圈 去做一個擴展 百貨不隱藏擔任消費中心點氣圖星 五年前就率先全台業者打造美食地圖APP 提供餐飲定位加外送服務 運用多元跟便利性 讓破半數會員都加入使用 也因為定位後入座率高達9成 幫助今年上半年百貨餐飲業績成長3成 如今決定憑藉優勢 將全台四大商圈餐飲 一起納入APP服務範圍 不過只提供定位 外送部分還在沿你 夏天其實很熱 就會不會想說可以再結合外送一起合作 會啊會啊 目前就是因為疫情已經就是已經到尾聲了 所以其實就是有考慮這些 其實2018年底 百貨APP就已經跟南西商圈店家合作 業者平均增加兩成定位 今年夏天信義北車跟天母商圈 包括新極飯店餐廳人氣品牌 還有不曾導入百貨的品牌再入列 版圖擴大要大力活絡人潮 商圈永續發展 共榮共好 西金樹 台灣有多一招 八大新聞您去林博志創報的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哦